冰城新杜伦在上个月启用之后 提供了一个月的免费载客服务 那今天是免费搭乘机的最后一天 明天起新杜伦将正式收费 根据冰城港口有限公司的最新收费制 杜伦将以单程收费取代以往的单项收费 往返冰岛和北海需要支付两次的船费 12岁以下为1令吉 成年人和脚踏车2令吉 摩托车则是2令吉50先 槟城百年度轮走入历史 取而代之的新度轮在免费启航一个月后 明天正式开始收费 根据冰城港口有限公司的文告披露 有别于旧度轮的单项收费制 新度轮实施单程收费制 换言之往返北海和滨岛的民众 需要支付两次船票 所有类别的船费也有所调涨 12岁以下孩童的单程船票 为1令吉 12岁以上乘客则是2令吉 骑脚踏车搭乘渡轮同样是2令吉 摩托车骑士则是2令吉50先 双向船票费用翻了大约2至3倍 冰城港口有限公司解释 公司将从明天开始在冰岛拉热敦乌达码头 以及北海苏丹阿都哈林码头 实施新收费制度 以此提供乘客更优质的渡轮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码头将采用无现金付费方式 民众可以选择使用移住集通卡或是线上购票 文告也补充 为了回馈渡轮长期使用者 公司推出了月票优惠 凡是持有月票的神客 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 都能享有五成折扣 至于明年1月1号起 也可以享受三成的折扣优惠 北海多轮码头将从每天早上6点半 营业直到晚上9点半 冰岛码头则是从早上7点 营业直到晚上10点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